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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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长 上一次我们的这个聘语品 讲到释迦牟尼佛向瑟利佛说 我今未如保认此事终不虚 佛卦保证了 说这件事情我给你说明的是真实不虚的 如等担当勤修精进 鼓励在法会的这个三圣的圣人 要努力精进行持 如来以此方便又进众生 就是说啊 如来他是用这方便法门来诱导众生 又进众生 让众生呢 能够很容易进入一圣佛道 附作誓言 如来又继续说 如等当之此三圣法 皆是圣所称探 就对法会大众说啊 你们应该知道这三圣法 身为圆觉菩萨 这一种的法门 这一种的方便 明明只有一圣佛圣 而佛把它呢 分开说三 分别说三 让各取所需 各取所好 这三圣法都是方便法 后面我们讲到 这个等于一个化成 不是真实的 是魔术师啊 把这个魔术棒一挥 就出现一个很漂亮很华丽的宝驴 你们都进去吧 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吧 吃吃东西啊 睡一个觉啊 这样又有体力了 又恢复体力了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三圣 无论是身为圆觉菩萨 都是为佛要讲的这个一圣法 来做这个准备工作的 这个为食施权呢 最后要把这个真实的法 要给大家研绎开来 但是在这之前 众生的根气不成熟 智慧不成熟 所以给你讲你们所懂的 比方说有中学幼稚园 有小学有中学 但是最后你都要到到大学毕业 可是你不能跟小学生讲大学的维基分啊 你不能跟中学这个 这个幼稚园小学中学 你不能讲维基分啊 但是你最后要成为数学家 你必须要懂维基分啊 那怎么办呢 开始给小学生讲加减乘除 给这个幼稚园讲加减乘除 幼稚园大概还不知道 那到小学生就给你讲一些 基本的算术 到了高中就讲大树三角吧 到就是等到你根气成熟的时候 啊可以进大学了 我来给你讲什么呢 讲维基分 可是啊 以前我真的看过报纸 说有个韩国的小神童 三岁可也会维基分的 那这种也不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天才了 在佛法上面才能够讲得通啊 他过去生的他没忘 过去生他曾经是个数学家 他没忘 虽然他今生投胎 是一个数学家的孩子 但是一个三岁的小孩 你不可能叫他为基分啊 所以是他过去生他还记得 在中国的民间民宿来讲 没有喝孟婆汤啊 喝了那个孟婆汤过一个什么桥啊 他就什么都忘记了 大概这个孩子 他就是逃过这一劫 逃过这个孟婆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司马中原啊 这是在台湾很出名的这个作家啊 他就讲他没喝孟婆汤 所以他记得前生的事啊 从小他一看 我的手怎么变这么小啊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 他讲过他的故事 这个我相信 这个在佛学上面是讲得通的 尤其现在网路发达 你就看到很多小朋友 莫名其妙他会很多东西 就是我很喜欢看一个 一个山东的小孩子 你们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他 那个山东一个小孩子 才三岁 叫王恒义啊 他什么 这诗词都背得出来 他至少会三千个字 过目不忘 一首诗给他看过 他马上能背出来 那天给一个爷爷抱在手上 那个爷爷也不老了 一个爷爷 抱在手上 在电视上面出现 他念江敬酒 李白的江敬酒 这个声色都到位啊 这不简单 我说不可能三岁学到 问他谁教你的 奶奶 我才不相信呢 奶奶要教他十字刻的教 十字刻的教 教那么多 所有这堂诗 千家诗他都会背啊 那这是过去生他没忘记 他过去大概不知道 谁来投胎的 他很妙 这小孩子又长得可爱啊 但是最初去上电视的时候 他很害怕 背完之后 背完女白 背完肚腑 突然之间 做这样的姿势 他们说小姨你要干嘛 他冲下台 他要冲下去 找他奶奶 眼泪一把一把就掉下来了 就是一大堆大人围着他 他不习惯那种 那种状况 那我讲的就是意思说 不同的根据 幼稚园 小学 中学 你都没过 你怎么可能读那个 去学那个维基分呢 不可能的 这必然是 这个韩国小朋友 大概就是前世没忘 虽然他爸爸妈妈说 他爸爸是大学的数学教授 但是不可能教他 就像这个王亨毅一样 他奶奶教他 不可能教那么多诗诗 一看就过目不万 这个在佛法上就有基础 就可以讲得通 你在世间法你怎么样讲不通 他怎么可能学的 说天才 还有一个怪的就是 这个天才过了一段时间 年纪大 他就忘了 过去生的那个 就抹灭掉了 就是新的一生又开始了 那就是他当时 那个素氏的一个种子 出现了 那个叶出现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 佛跟瑟利佛说 你应该知道 这三圣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实施权了 为了这个实际的佛法 来讲三圣 让众生的根气 智慧 力量 成熟 皆是圣所称探 就是圣呢 这里指的圣人 大概都是佛了 这三圣法是 三世诸佛所称赞的 所以这必须要有这个方便法门 那 众生在根气成熟之前 你不可以一开始 给他讲 他不懂的 他不懂的 比方说一开始 你没讲过这个 身文圆觉菩萨法 一开始就讲 这个佛法的话 他说不定他不懂 他还毁谤 那造成地狱的罪 怎么办 这众生无知啊 常常很多罪恶 是因为无知造成的 就像有的人 莫名其妙的人 他去砍观音菩萨的手啊 脚啊 他认为这是迷信啊等等 他不知道 这就是他的无知 他的愚昧 将来要进地狱的 不会因为说 你是愚痴的 你因为无知 所以就能够免掉这个罪 不是这样 一样要进地狱 因为这个心态狠了 那我们这里就讲说 聖人称赞这个三圣法 因为众生不可能 一开始 就讲这个法华经 他会毁谤 他会不相信 他会造地狱的这个恶因 那佛是很慈悲的 不忍心让众生受苦 结尾 皆是圣所称他呢 自在无戏 自在就是一个解脱的样子 你看那个自在观音 就是不是那么样的 这个正经伪坐 打坐的姿势 不是这样 他就很自在的 很轻松的 坐在那边 自在 无戏呢 就是没有一个 绳子把你绑起来 我们众生啊 我们众生 都是带业来说婆的 我们人人都带业来的 这个业啊 就把我们绑得紧紧的 把我们绑得死死的 还有一个 过去累积的这个 无名呢 造成烦恼 所谓的烦恼 最终的一个源头 就是贪 撑 吃 所有的罪恶都源自于这里 一块 我们众生不知不觉 所以呢 这个就有一个绑住了 被我们的业啊 被我们的这个烦恼无名啊 被我们的这个 这个果报啊 恶果啊 都绑起来了 所以我们不得自在 那现在听到佛法之后呢 佛把我们解放了 没有绳子把我们绑起来 我们不再是囚犯了 所以 这个 我们得到这个自在之后呢 无所依求 本来是被绳子绑住的 伸张不开 现在无依无求呢 无依就是没有依靠 求呢 没有这个贪求的心 没有欲望 无依的话呢 就 犹如莲花不作水啊 亦如日月不作空 太阳跟月亮在空中 有依附到哪里吗 有一个墙给它靠吗 没有啊 所以犹如莲花 莲花在水中 也是不被这个水啊 粘在上面 一粒一粒水珠碰到莲花 它掉下来 所以叫 犹如莲花不作水 亦如日月不作空 所以 无求呢 就是 就是 没有欲望 所以 很多佛经都叫我们 人要少欲 才设民失税 都要离开 就是 修 这个行为上面 由行为一直修到 深一层的反省 然后从思想上 根本的一个解脱 然后再过来 就是说 圣是三圣 佛所讲的圣 圣就是什么呢 车子啊 交通工具啊 用来干什么 从这个生死的此岸 从轮回的苦 坐着这个车子呢 就稳稳当当到彼岸去 彼岸是安全的 彼岸是快乐的 彼岸是没有烦恼的 彼岸是 能够得到自在 卸脱的 所以 有三种车子可以坐啊 一种车子叫做 升文 一种车子叫 圆绝 一种车子叫 普桑 三种车子 现在你到 从台北到高雄 可以坐飞机 可以坐高铁 可以坐 这个轿车 还可以 做什么 自行车啊 既然有这 U-bike 你也可以坐下高雄去 那有各种不同的车 但是你选择哪一种呢 其实这三种都很慢啊 真正比较起来 要以佛圣 圣是三圣 这三圣中间包括什么呢 不是说 就是伸手就可得的 take for granted 没有这回事 你想 于取求 不可能的 你必须要有付出啊 你必须要修行 修正你的行为 修正你的心思 这样子跟佛能够match 我常说就是修正我们的频率 什么频率啊 念力的频率 我们每发出一个念 就是一个波 就是一个念波 这个波 你要修它 如果不修它的话 东一个念 西一个念 一个饿的 一个善的 一个坏的 一个好的 一个是的 一个非的 每一个念头都有一个波 放射一个波 而这些波呢 它的频率 它的波长 它的能量 都不一样 这等于说 这等于说你放射的波 砸的 一个好一个坏 一个正一个负 一个是一个非 弄到你怎么样呢 所放出的念波 就是说 杂乱无章 在科学来讲 这个叫做 noise 不是一个signal signal就是一个讯号 就是有频率的 很homogeneous的一个频率 不是 假设说我们一个 没有修行的人 一下子暴露 一下子呢 有贪得无厌 一下子呢 愚痴无智 那他的念 他发出的念波 都是杂乱无章的 就是noise 所以你修行就是要把它 修得你的那个波 跟佛菩萨的match 能够产生一个constructive 的一个radiation 因为像你要学 你要跟观世音菩萨相应 你一感一应 那你的波跟他要相同 观世音菩萨的波是大慈大悲 那你也去修大慈大悲 这样跟观世音菩萨才会match 才会合 一合呢 你一感他一应 快得很啊 就这样子啊 你要跟哪个菩萨 菩萨都是大慈大悲 大智大慧 修智慧修慈悲 就跟菩萨合 那你一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 你念哪个菩萨他就来了 清净心 那种念呢 都是一个一个的signal 一个一个的这个讯号 而不是杂讯 这个是非常浅的 用科学的道理 来演绎佛法 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事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绝不打妄语 你越去深入进去 你就越了解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们继续来看 圣孙是三圣呢 用无漏的 五根五立 七觉知 七觉知就是七菩提份 觉就是菩提嘛 八正道分 或者八圣道 禅定 我们讲的四禅八定 以及谢拓 八谢拓 或者也称为八贝蛇 三次我们解释过了 那最后还差一个没讲的呢 就是三昧等 而至于乐 就是佛让我们在这个 法海中间啊 自得自在 这个法海 五根五立 七菩提份 八圣道分 以及禅定谢拓 三昧 中间好像悠游自在 游戏神通 所以在于乐 而得到无量无边的 安稳 跟自在 那这里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要解释 没有解释的 就是三昧 这三昧呢 其实我们也解释过 三昧就是镇定啊 三昧是印度化 就镇定 或者也解释为镇受 镇定是讲哪里呢 是讲三三昧 三昧 三昧 所以学佛法有的名相 要搞懂 这个三啊 三昧啊 其实 梵文的这个三 就是上 意思就是正 昧呢 就是定 三昧就是正定 所以三字 阿朗多罗 三秒三菩提 就是正等正觉 三秒三菩提 是正等正觉 所以三就是正啊 那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三呢 是三三昧 三种 所以你要搞清楚 第一个三字是三种 是中国话 第二个三昧呢 第二个三字 是印度化 翻音不翻译 玄奘大师当时讲过的 五不翻呢 五种情形之下 这个梵文的名相 它不翻译 那这是其中一种啊 就保持它的原因啊 有一个镇定的力量啊 有一个加持力啊 或者是 古时候已经翻过了 我现在不要重翻了 或者是它的意义有多种啊 我不能翻了 有五种啊 玄奘大师讲的 那这里我们讲的三 三种的三昧是哪三种呢 就是空 无相 无愿 我们都讲过了 简单说 空 佛教讲的不是偏空啊 就佛的空不是偏空 偏空就是没有有了 就顽空啊 顽空就是说 什么都没有 佛法绝对不是讲顽空 空中人竟然还有妙有啊 还有残月为时 法喜充满啊 安颖自在啊 这一种的 这一种的所谓的真空涅盘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所以生灭灭以 极灭为乐 要讲到最高的境界 极灭 这极灭是乐 啊 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不是顽空 不是顽空 不是一块顽石 所以佛教讲空也将有啊 我最记得小云老师那个时候跟我们讲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夜朵明显成等正觉 坐在菩提树下 他当时一念之下 众生太难度了 入涅槃吧 现在他说 释迦牟尼佛已经变成一块化石 但是他不是啊 他从菩提树下站起来走入人群 所以小云老师有一幅画叫做 生命之雄 不为艰难 不怕度众生 你知道度是众生很难度啊 众生习气 多重啊 无死竭来的烦恼 他不高兴的时候 他顶你两句 但你吃不完兜着走 不能理解你的用心啊 一定是这样子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不是当时 一发菩提心 就开始由天地来试探他 让他知道 众生不好度 天地化成一个小女孩 不是 我妈妈生病了 要修行人的眼睛 是要修行人的眼睛才能够好 做药影 你是修行人 你给我一个眼睛吧 释迦牟尼佛心里想 把那个眼珠子挖给他 哎呀你干嘛那么快啊 我要的是右眼不是左眼 他 他 释迦牟尼佛说 哎呀 想想看 我反正已经得到天眼通了 给他算了 又把右眼珠子给他 他 那个小女孩拿了两只眼珠子 纹一纹 丢在地上 踩一踩 你这个人的眼珠子怎么这么臭啊 就不理他了 那释迦牟尼佛 这是前世了 不是这一辈子 不是跟释迦牟尼佛 修道的这一辈子 释迦牟尼佛也修行很多辈子了 释迦牟尼佛就说 哎 众生真难度啊 我刚刚发菩提心 你看 就有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两只眼珠子都没了 这个时候 天地就化身了 原来那小女孩是天地化身的 尸体很婴啊 他不是叫释迦牟尼佛 前辈子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你不要忘记出心啊 发菩提心不可以退转啊 众生本来就有难度的 你必须要胜过自己 这一关 这样子 所以 修到这种功夫呢 就能够得到一种极灭 极灭是乐的 极灭不是顽空 佛法不是偏空 佛法讲真空 不是讲顽空 是讲真空 所以离开一切的苦患 而得到安隐的快乐 这个时候是真正的虐巴 就回归自性 那禅令解脱呢 也不是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想 那就变成木头人了 智慧是充满法界的 禅定中间有智慧 智慧中间有禅定 这叫定慧双修 好 这是我们上一世留下来的一个尾巴 我们继续下来再看下一段 设立佛 所以如果有众生 所以如果有众生 内有智慧 这个内是表示它里面 当然你可以解释成心里面 事实上它是解释什么呢 素世以来 它有一个智慧的 性体 这个性体呢 这个性体呢 再凡不减 再甚不真 更如来一般大小 所以 佛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众生 其实就是一般众生呢 它俗世以来 都有一种智慧的一种 性体 它在佛世尊前面 文法 而且能够信受 受就是受慈了 受慈就是 就是受而不忘 不会忘记的 时事个个 謹记于心的 一词不忘 殷勤精静 这一类的众生呢 它欲 述出三界 它很想很快的 离开欲界 色界无色界 这三界都仍然在轮回的 人如果在三界还在轮回 你必须要出的三界 才能够成圣 那这一类的众生 很希望很快的离开 这个三界如火宅呀 就这个 找火的房子 而得到一个不生不灭 自求涅槃 这一种的众生 希望很快的 能够得到自在的 能够很快的 脱离生死轮回的 他叫做什么 叫做生闻圣 由他听闻佛法 而得到 这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的涅槃之果 这个叫生闻圣 那佛就说 如比诸子为求 羊车 出于火灾 就像 这个火灾中间 这个大父长者 他的儿子中间 有一部分 是希望得到羊车 而离开火灾的 外面有羊车啊 我最喜欢羊车了 他就跑出来了 他为羊车 所吸引 而离开火灾 那么羊车呢 是比喻生闻 因为羊啊 他只顾自己的 他不管后面的羊怎么样 他就是要求制度 自己能够保足了 自己能够了生死了 他就不再去看他的同伴 所以这是生闻的一种 习性 就是治了汉啊 所以比喻羊 只管自己的了生死 不管别人受苦殃 第二种 就是路车是什么 是圆绝 好我再念啊 若有众圣 从佛世尊 文法信寿 殷勤精进 求自然会 要读善极 身之诸法因缘 是命辟知佛圣 如比诸子 为求路车 出于火灾 那这里呢 是讲有一种的众生啊 有一种的众生啊 他是在佛前面 听闻佛法 而能够信寿 就信仰 能够受持 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是他自己 的心内产生的 那么他殷勤精进 向前呢 来精进努力 求得一种什么智慧呢 这种智慧叫自然会 或自然智 自自然然产生出一种智慧 不是外面来的 他从里面自自然然产生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从哪里来呢 他是要读 喜欢读处啊 不喜欢跟人家 一起这样 这样相处 他喜欢一个人修道 就喜欢清静 不喜欢被人干扰 善吉呢 就善于守这吉慧 一般的人啊 一般世俗人啊 耐不了吉慧啊 一定要有一些热闹啊 一定要有一些喧嚣啊 一定要有些活动啊 一定要有些节目啊 他才能够满足 很久说哎呀 没事干了 就觉得很闷啊 很无聊啊 不甘寂寞 这种叫不甘寂寞 那可是呢 这一种的众生呢 他是喜欢清静 喜欢寂寞的 喜欢独处 自己一个人来修行 神之诸法因缘 他已经呢 神的意思 神之就是表示 已经有过研究了 已经有过研究了 对这方面他很专 专精的 他知道一切法呢 有一个生灭因缘的关系 所以他修 所以他修什么 有佛在世 他就修十二因缘 无佛在世呢 他看到春天花开花落啊 这个秋 秋天这个 花蟹啊 然后冬至呢 有一些树木的一个枯 枯萎啊 他要感觉到 生命的这个无常 一切事物的一个无常 他就 能够理解这个真理了 那这种的 叫做辟知佛 辟知佛三个字都是印度化 都是印度化 辟知啊 辟知佛翻成中文有两种意义 一种叫做原觉 一种叫做独觉 辟知佛是印度人讲的 翻成中文呢 一个叫原觉呢 就是因为他悟得十二因缘 而觉悟 独觉呢 就因为他喜欢清静 独自修行 而悟得真理 所以叫独觉 佛就是觉啊 辟知呢 在有佛的 有佛的时代 他靠这个十二因缘的修行 而悟到 所以叫做原觉 没有佛的时候 他靠自己 他靠自己一样能够觉悟 佳设尊者就曾经说过 如果没有佛出事 他一样能够领悟到这个真理 宇宙人生的真理 或者觉悟 这个生命的大道理 十二因缘呢 就大家可能 都听过 简单的讲 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呢 无名缘行 行缘适 适缘民舍 民舍缘六入 六入缘粗 粗缘寿 寿缘爱 爱缘取 取缘有 有缘生 生缘老死 老死 又缘无名 一个 一个环呢 一个环 十二因缘就是一个环 环环相扣 就是一段生死 由无名到老死 由老死 又到无名 就是一个圈呢 无名是什么呢 无名什么都没有 就是没有光明 就是在一段生死结束之后 一段生死结束以后 那个东西就是无名 就是我们所谓的 当一个人 往生之后 万般皆不去 唯有夜随生 这夜就无名了 无名之后呢 就有行 行意思呢 就是这无名的时候 好像慢慢有这个 阿那耶事 就是要产生新的生命 它慢慢形成一个所谓的行 我们在《任言经》里面讲过 行就是好像 有一点那种 第七意识的味道 莫那识 为什么呢 它就是像羊叶嘛 就是说它像羊叶嘛 第七识 因为它非常的细微 你看不出它的一个动静 然后再过来呢 行元式 有这个行呢 行就是造作了 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动 你看都看不见的一种动向呢 就产生式 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新生命的一个 阿那耶事 是元明色 有了这个是之后呢 是就是 是就是阿那耶事 就是我们 真正生命的一个源头了 那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是新生命的开始呢 它慢慢就 衍生出来 所谓的明跟色 明是未来的 这身心世界的心 色呢 就是未来身心的这个身体 就是身心世界 明色就是一个 胚胎状态的身心世界 然后这个明色呢 又慢慢就圆六入 慢慢就延伸出来 所谓的六入 六入就是 就是眼耳鼻舌生啊 就 液啊 这六根 六根 眼耳鼻舌生液 六入呢 原初 到这个状态呢 就是 等于说那个胚胎 或者一个胎儿 已经 从妈妈的肚子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身体好像被风 风吹啊 好像被刀割一样 所以小孩子很痛苦的 我们都忘记了 瘦的时候忘记了 那然后就出 出到这个外面的一个世界 出圆瘦 慢慢等这个 已经成型的小朋友 其实我们前面看 明色圆六入 就是说长大一点 有这个眼耳鼻舌生液 就是我们如果说用那个超音波去看 这个孕妇里面的胎儿 就可以看到她手足啊 眼睛啊 甚至于嘴巴在笑 也可以看到 那小朋友在妈妈肚子里面 那出来六入 原初就是出了胚胎之后呢 她跟外面的世界 有一个接触了 就是六入真正发生它的作用了 就是接触到外面的六层 就是色身香味出发 出圆瘦啊 两个接受了 就是互相的一个作用啊 我常常形容这个六根就是subject 六层就是object 所以subject 和object 产生一个verb 中间一个verb 把它connect 在together 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so啊 这个so之后呢 马上就产生执着了 这都是习性啊 so之后就会产生爱 这爱就是一种执着 爱之后就要取 要占有 这个已经 其实这个爱已经是 形容到小孩子 长到十五六七岁 开始懂得 这个 就是对他好的 他就喜欢 对他不好的讨厌 这一种的层次了 他就要占有 比方说 他开始懂得恋爱了 他要去 就是 去追一个女朋友 那么这个时候呢 爱就想娶 就想娶 就是这个娶又好像 娶为妻子之类的 也是这个level 这个 这个境界 取缘有啊 然后 然后 就能够 结婚之后呢 就能够在一起呢 就能够成家立业 有呢 慢慢又 生下一代 又能够有 这个繁衍 未来的生命 有缘生 就在一起之后 就有这个生命 生缘老死 大概是这么讲 当然我们知道十二因缘要讲 我们就 这个经就得格制了 那我简单的说 这里就是因缘 因缘 因果 无明跟形是过去的因 是 明色 六入 初 受 这个明色 无明缘 行 行缘是 就是过去的 这个因 过去因呢 就产生现在的果 就是 是 明色 幼入 初 受 爱 取有 这都是这一生的 那生缘老死 这个才是未来的 好 我们现在不讲这个十二因缘了 就是 总之我们知道它是分为 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 我们现在就 暂时搁在这里 然后 我们再看下一句就是 如比诸子围求路车出于火灾 原觉 就比喻这个大父长者那些贪恋路车的孩子 路车比喻成辟之佛 为什么路车比喻成辟之佛呢 因为路是独立的 不需要帮忙 不需要帮忙 辟是佛 他也 不一定 要借着 佛在世 经过佛的教导 才能够 成为圣人 他也能够自修自正 而取得涅槃 是这个意思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 第三种就是菩萨 若有众生从佛是尊文法信寿 勤修精进求一切智 佛智自然智无师智 如来之见利无首尾 敏念安乐无量众生 利益天人 度托一切 是敏大圣菩萨 求此圣故 名为摩赫萨 如比诸子为求牛车 处于火宅 这里是讲如果有众生 这是指有菩萨根器的众生 他在佛世尊前面 文法信寿 精进的修行 这个时候呢 他所求的是一切智 一切智呢 就是包括世间智 以及初世间智 佛智呢 是二圣人没有的 佛智是二圣人没有的 我们知道罗汉有一切智 菩萨有道种智 佛有一切种智 佛的智慧呢 是最高的 那这里讲佛智 那菩萨他追求佛智 辟知佛的智慧呢 叫自然智 前面我们讲自然智 自然智跟自然智 这里也可以相通 那么然后呢 第四种是无师智 无师智 无师智是不需要老师的引导 但是我们 在佛经里面提到 自从威英王佛以后 你成为圣者 你的觉悟的程度 一定要有老师印证 有应可 不是像我们现在 全部都乱了套 说什么 我是如来啦 我成立个如来中啦 我是什么佛啦 大觉佛啦 我成立个大觉中啦 没有这样子的 意思是表示什么呢 你没有一个法脉的传承 你没有一个 师长的认可 而师长也必须要是 在这个团体中间 在这个宗教门下 大家认可的一位 这个圣者 觉者 要经过他的认可 你说你开悟了 就开悟了 所以禅宗很清楚啊 你看唐朝时代 一个结一个 一个结一个 必须要经过这样子的 所以佛过去说 威英王佛之后啊 必须要经过认可 那这里讲是什么呢 无师至 天善天效 唯无独尊 是佛 他本身没有人能教他 他所证悟的这个 这个境界 是 任何九法界的众生 无能比拟的 像释迦牟尼佛 只有一位 他就是没有第二位 他就是没有第二位 他是无师的 那你说 释迦牟尼佛 还没悟之前 不是也跟外道学过吗 那不算啊 那些东西他 都被他否定了 而他最后的智慧 是自己悟出来的 没有第二个 没有第二个 在我们的时代 在我们的末法中间 在我们这一个 这个时代 这个时空中间 只有一位释迦牟尼佛 好 我们一起回向 请和长 文法功德书甚行 文法功德书甚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义诸有情 素网无量光佛操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哨 一切菩萨摩合 摩合般若波罗蜜 摩合般若波罗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掌 上面我们讲到说 这些求菩萨圣的 它是所要求的是一切智 佛智 自然智 以及无私智 这四种的智慧 其实都是佛的智慧 分为四种来说明 都是这个大圆满绝的一个智慧 下面说 还有如来的知见 力无所谓 如来的知见 这个知指的就是一切种智 我们说罗汉是一切智 菩萨是道种智 佛是一切智加道种智 所以不偏空不偏有 第一异地 圆容无碍的 所以是一切种智 如来知 如来见呢 就是佛眼 力呢 我们知道是实力 无所谓呢 是四无所谓 实力 四无所谓 甚至于十八不共法 都是罗汉跟菩萨所没有的 那实力呢 我们也讲过了 也可以叫做如来的实智 也可以叫做如来的实力 有很多种的翻译 我常用的这种翻译呢 就是第一个是知四处非处之力 第二是知三是夜暴之力 第三是知诸禅解脱三昧之力 第四是知诸 知诸根圣涟之力 第五种是知种种解之力 第六是知种种戒之力 第七是知一切自处道之力 第八是知宿命无漏之力 第九是知天也无碍之力 第十是知永断习起之力 大概是这样 每一种经呢 它或多或少 用词浅至有所不同 但意义都一样 是这样 那这实力 这事无所为呢 就我们都说过了 那敏念安乐 无量众生 如来是怜悯一切众生 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 所以发大悲心 利益天人 杜拓一切 是名大圣菩萨 求使圣故 名为摩赫萨 如果他求着大圣 大圣跟小圣最大的分别 就是他要利益一切众生 所以普仙菩萨说 这个众生是根 菩萨是花 佛是果 你如果要花跟果 长得好的话 你必须要用大杯水 饶遇众生 这花果才能够茂盛 如比佛子 为求牛车出于火圣 菩萨就像这小孩子 他想求牛车 牛的力量 比这鹿 比羊又要来得大一点 所以是比喻 这菩萨 他能够 这个牛车 能够神载多一点的东西 多一点的人 下面我们再看 瑟利佛如比长者 见诸子等 安稳得出火宅 到无尾处 自为财富无量 等以大车而赐诸子 那佛又说 这一位大父长者 看到他的儿子们 都能够平安的 这个离开火宅 到没有危险的地方 这道夫长者 说在火宅中间 有三十子 以及五百人 三十子指的就是 十个十个十个 十个子生文 十个子圆卷 十个子菩萨 这五百人呢 分别指的就是五圣 天一百 人一百 地狱恶鬼畜生 各一百 阿修罗就不讲了 因为阿修罗呢 分布在五道中间 这道夫长者就想了 自为 就是自己师承 说我的财富 无量无边啊 我要平等的 给我的孩子们 同样的礼物 不要这一个是牛车 那个是洋车 那个是路车 这三个车子不平等啊 所以佛说 就是大夫长者说 我给的都要一样 而且这个车子呢 比他们所想象的 还要好 就给他大白牛车 大白牛车 这是讲大夫长者 给他的儿子们 一人一辆 大白牛车 那下面说 如来依附如是啊 为一切众生之父 若见无量 一千众生 以佛教门 出三界苦 不畏显道 得涅槃乐 佛就说 如来也是这样啊 如来是佛的十种 得好之一啊 如来啊 应供正偏知 明信族 善事 世间解 无善事 调于丈夫 天任师 佛 世尊 佛有十种名号 如来最重要 在第一个位置 如来也是如此 跟这个大夫长者 是一样一样 如来是一切众生的父亲 九法界 的众生 都是如来之子 都是如来之子 所以叫佛子嘛 但是有人不承认呢 他不要做如来的儿子呢 那你如果说 经过归一 你能够归一三宝 那我是三宝 佛法生三宝的弟子 那就有一个佛的加持力啊 因为你三归一 我们老和尚说 归一本身就是戒 你归一佛 永不归一天魔外道 归一法 永不归一外道 典籍 归一生 永不归一外道 邪众 就等于把你 框起来了 就三条戒律 把你框起来了 一条戒律 有五位戒神啊 三条戒律 有十五位戒神 那无形中间 你是佛的弟子呢 有一些 这个父法神跟着你 保佑你 所以你好像 有得到一些人的 在生命中间 与你同伴 与你同行 得到一个保护 是这样的意思 那你如果在受五戒的话 那更不得了了 一条戒又有五个戒神 父法神 那五五二十五更多了 大概跟大家提一下 那如来是一切众生之父 看到无量亦 千的众生 那佛以这个佛教的一个法门 这个门就是法门 方法 令到一切众生能够出离三界之苦 三界如火宅啊 这个火宅有多苦啊 这着火的房子有多苦啊 下面还会讲一次 更详细啊 佛要令到众生出离苦海 出离火海 而三界如火宅嘛 离开这个火宅 离开这个危险 不危险到 有一些恐怖啊 危险的道路 而得到涅槃的快乐 这里一样提到涅槃乐 所以涅槃不是一个空啊 什么都没有 涅槃有快乐 极灭为乐嘛 极灭就是涅槃 另外一个解释 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极灭 得到涅槃的快乐 离开这个危险的道路 就可以得到涅槃的快乐 我们看下面 如来而时 便做事念 我有无量无边智慧 力无为等 诸佛法障 是诸众生 皆是我子 等于大圣 不令有人独得灭度 皆以如来灭度 而灭度之 是诸众生 托三界者 细与诸佛 禅典泄脱等 于乐之巨 皆是一象 一种 圣所称探 能生尽妙第一之乐 如来在这个时候 便做事念 产生一种念头了 我有无量无边的智慧 力 这力就是十种智慧力 我们前面有提到 无为呢 就是事无所为了 事无所为就是 说法无所为 一切字无所为 说葬道法无所为 说尽苦道法无所为 这是说 如来说法没有害怕的 心弥隆无疆呢 说法无所为 得到这一切志无所为 说藏道法 什么是障碍我们成就的 什么是障碍我们成佛的 这个法 佛说这个呢 也无所为 说尽苦道 怎么样把我们的苦果给消灭 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 这个方法 佛是无所为的 这个所以说 这个无所为 诸佛法障 诸佛法障 诸佛的法宝啊 法障是 这个宝障 太多了 四地六度 十二因缘 三十七道品 通通都叫做 诸佛法障 佛又说啊 这四诸众圣皆是我子啊 这一切众圣都是佛的儿子啊 所以为什么呢 等于大圣 不一定有人独得灭度 我要平等的给我的儿子 一样的礼物 不要有所差别 有人得到灭度 有人得不到灭度 你说 假设佛给不同的儿子 一个给阳车 一个给路车 一个给牛车 结果会怎么样 路车 阳车 路车 都是 中途的一个休息站啊 都没有到山顶啊 都不是宝所啊 那只是化成 魔术式一样 这个导师一个魔术式一样 画出一个城堡出来 给儿子这个 假的城堡 行吗 有的儿子 你喜欢这个假的城堡 我给你这个假城堡 他幻灭的 海市圣楼 那有的儿子说 我要大白牛车 好 给你大白牛车 他真正得到保障了 那这个佛 那这个佛就不平等了 有的得到真实的 有的得到虚幻的 那这个爸爸 就是跟世俗的爸爸 差不多了 这有偏心了 偏向一边了 佛不会做这种事 等于 大圣 我的儿子都得到大圣 都得到佛圣 都要成佛 因为佛子嘛 佛的儿子啊 不令有人独得灭度 不是说你行大 这个菩萨道的人 才得到大圣 要让他们 每个人都知道 每个人都得到这个保障 接着如来灭度 而灭度之 我要把我所 就是成就 佛果的方法 每个人都知道 你们只要照着走就好了 色诸众圣托三戒者 只要你能够离开 这个火宅 大副长生说 出来出来出来 这里有 洋车路车牛车 等着你们去玩 儿子们都出来了 只要等到他一出来之后呢 那我就给他 一切佛都喜欢的 最好的这车 这叫什么 诸佛禅典泄托等 娱乐之具 是诸佛喜欢娱乐的 这个交通工具 或者是车辆 是大白牛车 所以不是原来他们想要的 如来不会用 玩空的道理 来给予这个 在火灾中间的孩子 或者说在三戒的众生 如来不会单单讲 玩空 不会讲空 空就偏一边呢 如来同样不会讲有 有就是一般凡夫众生 你不讲他也认为说 一切都是真实 如来不偏空 不偏有 但是如来要让众生 先得到真空庙里 把这个真空的道理 先掌握之后呢 然后从真空出庙有 不是顽空 顽空绝对不是佛所讲的 世俗众生托三戒者 他已经离开三戒了 不再受到这个 这个轮回生死之苦之后 佛在细语 就是通通给予 一切诸佛的禅定泄脱 这些娱乐之句 把他当做 这些妙法 佛都把他当做是 这个玩具一样 然后最后呢 为了要把这个 辟语品讲得更清楚 佛就用这个涅槃三德来解释 解释一项 一种 圣所称探 这三个就分为 涅槃三德 一项 就是法生德 一种 就是般若德 圣所称探 能胜尽妙第一之乐 就是谢托德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一项是什么呢 一项就是实相啊 静干经里面讲的 一项 什么叫一项 一项就实相啊 一项也是无项啊 代表法生德 实相无项 但是所谓的 三十七道品 六度四 第十二因缘 都是一项 都是来自于实相啊 无论你什么法 都是来自于实相 都是来自 实相呢 就是一项 一项也就是实相 而这个实相是无相的 而无所不相 把它收缩起来 就是一 把它打开之后 展开之后 就是万相生螺 一切有相都是从无相出来的 从实相出来的 所以真空里面 有这所谓的妙有 妙有呢 就是真空 所以这个叫做佛的法生德 法生无相 无所不在 周遍寒荣 然后再过来一种呢 一种 就是一切种智 一切种智 就是智慧的种子啊 这就是般若德 这就是般若德 最后呢 他一个圣所称探 就是一切诸佛所称赞的 能够产生 清净为妙第一之乐 所以这是谢托德 谢托 谢托就是佛所称探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一项 一种圣所称探 就是包容在最后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 批育品的一个结束呢 就是以三德秘藏 来把它做一个总结 好 我们继续再来看 佛语不虚啊 这长者没有说假话 那佛继续说 这一位大副长者 在这个辟语中间 这个爸爸 最初用三种不同的车 阳车 路车 牛车 来导引这些 在火宅危险中间的租子 出离火宅 但是出离之后呢 没有给他三种车子哦 没有三种车子 根本就没有三种车子 没有所谓的阳车 路车 牛车 通通怎么样呢 给一种车 叫大白牛车 因为这个长者呢 他是财富很丰厚的 所以他就用各种的珍奇艺宝 来装饰这一辆大白牛车 让这个车子又安稳又舒适 是天下第一啊 无与伦比的 那这个长者有没有说假话呢 他没有给这个孩子们 所想要的阳车 路车 牛车 这长者并没有说假话 因为呢 能够把众生导引脱离危险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礼物了 何况这长者还要给他的儿子呢 大白牛车 比他们所期待的更为殊胜庄严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如来一样 没有虚妄 如来依附如是 无有虚妄 初说三圣引导众生 然后但以大圣而度托之 何以故 如来有无量智慧 利 无所为 诸法之障 能与一切众生大圣之法 但不尽能受 瑟利佛以示姻缘 当知诸佛方便利固 与仪佛圣分别说三 所以这里如来也是跟这个长者一样 没有打妄语啊 初初说声闻圆绝 菩萨圣来引导众生 从三藏教 通教 别教 而最后呢 以大圣度托之 就是讲圆教 讲圆顿法 那最后讲这个法华经 法华经就是十项庙里 圆顿法门 大圣庙法 能够度拓一切众生 为什么呢 如来本来有无量的智慧 有实力 事无所为 这就是诸法之障碍 都是各种 法门的一个保障 保库 那佛与一切众生 都是大圣的法 假设一开始 就给这些众生 这个最原顿的法门 这众生呢 没办法接受 但不尽能受 这众生未必能够接受 佛的大圣法 如果他不接受也就罢了 万一他还要毁谤 那不是堕入这个罪悟的深渊吗 所以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因此呢 这所谓小圣人啊 是有眼不见 如色纳 有耳不闻 圆顿教 在佛成道之后 二十一天 讲华严经 那个时候 听法的众生 就是听不懂啊 没办法接受 所以 有眼 有耳不闻 圆顿教 有眼不见 色纳生 所以等于 这 色而不见 听而不闻呢 好像 如龙如雅一样 那有人就 我这里就 举一个例子啊 有人问 宣化上人 说 当时 佛讲 华严经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 小圣 二圣人 圣文 他们都听不懂 他们都听不懂 那佛就 没办法说 把这个 大圣的妙法 给大家来 开示 所以转而讲 这个 这个 阿含呢 方等呢 一直等到 根气成熟 讲 般若 讲 法话 这样一步一步 上楼梯 慢慢 向上爬 那 为什么我们 现在这个 时代 末法时期的 众生 就是 自 自浅 葬生 怎么能够 接受 这个 法话大教呢 怎么能够 接受 这种的 唯妙的 一个 法门 真理呢 那 宣化 上人就说 当时 在佛的 时代 从来没有人 听过 佛法的 佛开始 讲的时候 大家都 不懂 所以必须 从基础 开始 必须 从 这个 阿含方 等 一步一步呢 就是有 次第的 来 讲述 到了 今天这个 时代 我们虽然 说 不是很 深入 但 基本的 说 佛教 有所谓的 这个 大圣 小圣 有 生 有 浅 我们 我们现在 虽然没有 正果 但是比当时的 二圣人 已经种下了 菩提 种子 尤其是汉传 佛教了 本来就是 讲大圣 所以你 大圣 佛法 汉传 佛法 你到哪一个 师父那边去 不管是 禅宗 净土 或者是 天台 华言 他都叫你 发菩提 心 简简单 就这四个字 你根气 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真正 能够生性 菩提 种是一切 这成佛的 一个基础 那你比以前的 那些 生文 原觉 就要强多了 因为你不是 治了汉 你认为 心佛众生 等无差别 你这个心 已经跟佛的心 融成一片 你如果认为 众生比较低劣 他不懂佛法 我 我懂佛法 你这个心就越来越窄小 你就没办法成道 你就没办法入 佛之门了 简单就是这么样 你的心大不大 你的心大 就是大胜 你的心小 就是小胜 你有没有 这个同舟共济 心佛众生等无差别 我就是他 他就是我 他好 我有好 我好 他也好 这种心量 一定要培养 那跟汉传佛教 你去哪个师父那边 他都跟你讲这一套 他都要你 不要自私自利 他都要你 舍弃这个自我 舍弃执着 要成为人 要跟佛一样 把心打开 如海之闹 百川 这才是大圣人 所必须具备的一个 养成基础 我们在大学里面 常常讲这 养成教育 什么叫养成教育 就是养成教育 所以佛说 圣灵佛你知道吗 用这种的因缘 你接受这种大圣的道理 你才能够成就佛道啊 当时诸佛方便利固 与一佛圣分别说三 诸佛都一样啊 三世诸佛 十方三世诸佛 都是用方便的法门 方便的智慧 方便的力量 这力啊 在这里常常是指智慧 以方便的力量 以方便的智慧 以方便善巧的法门 对于唯一只有一佛圣 才能够解脱的 把它分为三种的方法 来解释它 来赘述 本来只有一佛圣啊 但是佛用方便善巧 把它分开说 有三圣法 有声闻 有言觉 有不少 最后 等你的智慧 心力培养到坚定 培养到基础 都稳固 智慧成熟的时候 这时候说 会三归一啊 开拳显识啊 唯有一佛圣啊 无二也无三 好 佛在这里做了一个了结了 下面 为了要 让这个 让这个 道理 根深蒂固的 种植在 这个众生的心中 佛又讲那个祭语 讲那个祭诵 这个祭诵呢 更详细啊 而且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 中国的祖师啊 加以发扬之后啊 有负与不同的意义 那我们来看啊 佛又 佛与 重宣此意 而所寄言 譬如 长者 有一大宅 其宅久故 而付顿弊 堂色高为 柱根吹朽 凉动 倾斜 击臂 颓毁 颓毁 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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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念 匹侧 这次要念 匹字 墙壁 匹侧 泥土 磁落 覆战 乱罪 园履 吃脱 周葬 区 取 砸柜 充片 这就是把上面的这个再用这个寄语做一个说明 譬如长者就前面讲的那个长者 有一大宅有个大的宅子 这大宅子指的就是三戒了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包括在内 七战 久故 三戒 无安 犹如火宅 非常危险 而付顿弊 顿就是要倒的样子 弊呢 就坏的样子 为什么要倒呢 那时间久了 七宅久故 久呢 是一个旧的房子 这个顿壁就坏了 要倒了 不能用了 比喻我们的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宅子一样 久而久之就会坏 那下面呢 就是把我们的身体来比喻一个火宅 唐色高尾 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比喻这个三戒 三戒是一个火宅 同样的我们一个身心世界也是一个火宅 唐色呢 指的是三戒了 在三戒中间呢 这个很容易堕落的 就是很容易失去人生了 生命很容易呢 就是凋敝 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 几十年 有的还是会比较长 但是比较长也长不了哪里去 我们最近听说 五台山的大和尚啊 就到了是一个山就一个大方丈 他是管所有的这个寺庙的一个总方丈 五台山的大和尚呢就叫做庙江大和尚 他给我们讲个故事 他的师公 师公就是他师父的师父 1956年 一百五十岁 他有一张照片就是缝他师父的家装啊 不是家装 就是他的衣服 长衫 缝他师公的 长衫 那个长衫他穿了一百一十年啊 四十岁开始穿 穿了一百一十年 所以他是一百五十岁 原籍的 那个百纳衣啊 就是补丁加补丁啊 百纳衣 这个老和尚 这个现在的这个庙江老和尚 在逢他师公的 这个百纳衣 我以前就是 我们就是看他那个照片 这是见到他真人了 可是他那个师公还有一个徒弟 两个人童年的 一起出家 本来是在外面两个人走江湖啊 两个人合在一起表演的 看到佛像 佛室倒闭了 佛像露出 就是被风吹雨打了 他们就把他们的那行头啊 这个表演穿的衣服 盖在佛的身上 那两个人没得 没得行头了 怎么表演啊 出家去算了 两个一起出家 一个做师父 一个做徒弟 两个其实是童年的 他不是说他师父 师父的师父 就是这个 两个人中间当师父这一个 一百五十岁 元吉嘛 那另外那个当徒弟呢 现在还在呀 你想想看 两百多岁了 可是他不见人了 说不失人间烟火 也不见人间的这世俗人 不见了 不见你们 两百多岁了 所以这是修行特别的一种 不过佛教不在乎说你活多久 这道教要 佛教不要 佛教说这个是臭皮狼 但是你用这个臭皮狼 保养的好 健健健康康的 他可以为你服务 多修行 多念佛 多理解佛法的道理 那不一样 如果说一下子得了老人失忆症 我还不许死掉算了 那有什么意义 也不能够去思维佛法了 也不能够念佛参禅了 也不能够修止修惯了 那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叫做行尸走肉 这身体就像一个什么 这个身体就像个尸体一样 能够走 不过能够走 行尸嘛 尸体能够走 这肉能够走的 行尸走肉 不管哪一个国家 他们想的都有点相同 德文也有这样想 Vanderleischer Leischer是尸体 能够走路的尸体 不是行尸走肉吗 就骂人的话 不学 好 我们继续来看 这人呢 活久了 这生命也会到终点 但是我们生命没有的时候 要堕落到哪里去呢 是能够换一个身体再回来 还是到一个比较 这个坏的恶道去 地狱恶鬼出身呢 那就更危险了 柱根 吹朽 柱根是指我们两条腿啊 医生也说 一个人老啊 开始就从腿开始老 这两条腿就是根呢 吹朽呢 就开始千变 开始变坏了 这个有小朋友到大人的时候 这两条腿很有力量 老的时候呢 越来越没有力量了 就慢慢的就做人仪了 凉动群邪 凉动指的是我们的这个脊椎啊 要坏了 群邪也是坏了 击臂颓 击臂颓呢 颓毁呢 也是败坏的意思 击臂是什么呢 击臂指的是我们的臀部啊 也要坏了 这都是比喻我们 所带来的业障啊 使我们的这个身心世界呢 一步步的败坏 墙壁 匹侧 匹侧 也是坏的意思 墙壁指的是我们身上的皮肉 老了 也要坏了 泥土 磁落 泥土就比喻我们的皮肤的颜色 磁呢 就是裂开了 皮肤也会裂开啊 也是坏的意思啊 就皮肤好像 用泥涂在身体上面一样 夫沾乱坠 夫沾 一般讲这个草啊 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头发咯 头发也掉了 也掉了 就是好像 房屋上面的草坏了 就是掉下来了 园里 吃脱 园是园子啊 以前建房子的时候 就是在屋顶上面那个横的 然后 盐呢 还会有一些的这个一个一个木头 伸出来 这个叫园铝 吃脱呢 就是 也是都坏了 不能够造原来的这个排列组合 周章曲曲 周章就四围 四围 曲曲呢 就弯曲了 不能直了 整个身体啊 就慢慢驼背 驼背 驼背 背就不能直了 杂烩 冲片呢 就这个时候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都冲片了 然后我记得以前 在台南的时候 有个学生 他很有爱心 去那个老人院啊 帮忙清扫啊 他说 那个老人院啊 好脏啊 有个老人失智之后 自己的大便 自己吃 然后乱丢乱敷的 不过现在是不是有改善 不知道啊 所以这里表示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宅子 就是三界如火灾 这火灾也可以比喻我们一个身体 墙壁脾侧呢 就是皮肉都老了 以此 持络呢 就皮肤坏了 复战乱坠呢 头发掉了 圆里吃脱呢 就四肢啊 骨节啊 都坏了 人到了老的时候 很容易摔跤啊 这骨头就断了 一次还不行 还两次啊 背也脱了 周瞻去去呢 就是背脱了 腰也弯了 也直不起来了 杂灰冲片呢 就肚子里面 死啊 尿啊 不干净的东西啊 倒去乱扫 这个身体啊 墙壁比方四大嘛 最后墙壁坏的时候 这四大分散呢 地大散 你看那个江临终的人啊 你去抱他 虽然是个瘦子 但是你觉得他好重 地大的时候 那个身体特别重 水大 流那个虚汗了 虚汗 死之前不是 不是当下 可能死前几天 你发现他 不断地流汗 一件湿了又一件 一件湿了又一件 叫水大散了 地大散了 水大散了 火大散了呢 这全骨的地方 这两峡啊 通红的 通红的 最后一口气 就是吸不进去 一口气吐出来 没有再进去了 就气大 风大也散了 所以要各有所环了 地水火风都散了 这身体呢 就变灭了 就这么一回事嘛 dust to dust ashes to ashes 层归层 土归层 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呢 还要为这个身体啊 来助牛做马 这个做身体的奴隶 就没有一个觉悟的时候 这个地方啊 这个火宅啊 我们继续来看 有五百人指住其中啊 这五百人指的是五道的众生啊 我们讲过了 天道 人道 地域 恶鬼畜生 没有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分布在 每一道都有阿修罗 下面就讲了 资笑愁旧 资笑雕旧 乌雀 纠鹤 远蛇浮节 无公 游言 这里指了八种东西了 不是八种鸟 然后八种虫 那我们来看 资笑 雕旧 资笑 这两种都是属于猫头临内的 诗经里面就讲过吃蕭 是不肖的鸟 它生下来之后呢 小鸟一生下来之后呢 就把妈妈给吃了 这是吃鸟 蕭鸟呢 是在一个有温暖的土上面生出来的 就母鸟抱着一块土 就生出小鸟 小鸟生出来之后 就把母亲给吃掉 那这母亲也很奇怪了 就等着给小鸟吃 也不会说离开 所以这一种鸟呢 可能前世都是不孝顺的 才得到这种的果报 吃鸟是猫头鹰的 它的头像个猫 它平常都是吃老鼠的 那中国人呢 常常觉得这个 猫头鹰是不吉祥的 但是外国人呢 说猫头鹰是吉祥的 这逻辑是好不一样 因为中国人是以孝立国啊 叫百姓孝为先 所以呢 最不能够忍受不孝 所以这个 因为它吃妈妈嘛 所以说这个不孝的鸟 是不吉祥的 要是有猫头鹰进屋呢 就表示有倒霉的事情要发生 外国人不是哦 猫头鹰聪明 还说他是哲学家 所以你看哪一个哲学系 都摆一个猫头鹰 那这个很有意思 就马英九的爸爸 跟我爸爸是同学 马赫林 马伯伯 他跟我怎么讲 他说啊 这个外国人认为 猫头鹰是一种雌鸟 妈妈给儿子吃 所以你看妈妈多伟大 他表示说 他慈悲 他是一种好鸟 那中国人的思想不一样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看猫头鹰多坏 吃妈妈 那外国人说 你看妈妈多好 这个猫头鹰多人吃 给儿子吃 这个见仁见智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这个观点跟角度不同 就有不同的解释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讨论 请和长 文法功德书胜行 文法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诚意诸有情 素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哨 摩合般若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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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